多点赶紧,我是雷罗斯,我和你来到美国公司法律说 我是美国律师,你都想笑 我们经常听一些人说到他们公司融资方式的时候会说 我们公司打算众筹 这个时候呢,我就想问人说 你真的了解什么是众筹吗 欢迎来到我们的USLaw本命法律第一频道 记得订阅我们,并且开启小铃铛获取最新视频 就像金星这个概念一样 众筹也是一个内涵极小,万言极大 既有狭义概念又有广义概念 并且无论是它的狭义概念还是广义概念 都极其容易被人误解和滥用的名词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下 众筹这个概念 咱们先来看一下众筹的常见四种类型 第一种呢,是回报性众筹 这个呢,应该说是跟咱们普通百姓之商生活 关系最紧密的一种众筹方式 说白了呀,就是产品预售 也就是说呢,一个厂家想要抽几笔钱 但是呢,迫于资金压力 需要先对这个产品感兴趣的消费者容易比钱 然后呢,再开始进行生产 等这个产品生产出来之后呢 会对一开始筹勤的消费者给予极大的折扣 第二种呢,叫做债权性众筹 也就是说,一个公司为了某个项目 先跟别人借口的钱 然后呢,等这个项目做成了,再还本复息 第三种呢,叫做捐赠性众筹 这个呀,其实就是慈善捐赠 谁得了癌症,谁得了白血病 大家一块凑钱帮忙一下 纯粹是一个公益行为,并不是投资 第四种呢,叫做股权性众筹 这个呢,才是我们今天介绍的重点 也就是说呢,一个公司通过向公开大众销售股份来获得融资 2012年,快速启动我们的商业创业公司法案 也就是Jobsact 取消了对于私营公司公开募集资金的禁令 为所有人的股权众筹打开了大门 也就是说,美国的股权众筹走入寻常百姓家 也就是最近10年的事 股权众筹听起来非常exciting 但其实呢,还是有很多限制的 第一个呢,就是公司融资金额的上限 公司通过股权众筹的方式 在12个月之内最多可以融资的金额就是5个命令,500万美元 这个金额呢,其实也就是相当于一个私募股权融资中总资论的规模 第二点呢,就是投资人限制 重成呢,既可以向合格投资者 也就是accredi investor 也可以向非合格投资者 也就是non-accredi investor融资 这听起来似乎很好 但是呢,也有限制 如果说是accredi investor,也就是合格投资者的 那么就没有融资金额的限制 但如果说这个投资者是non-accredi investor 非合格投资者 那么就会有收入或者是净资产的限制 如果说年收入或者是净资产低于12万4千美元 那么在任何的12个月期间之内 最多可以投资2500美元 或者说是收入和净资产的5%中较高的为准 如果说年收入和净资产都等于或者是超过12万4千美元 那么在任何的12个月内 那么最多可以投资年收入或者是净资产的10% 也是以较高者为准 但是呢,不能超过12万4千美元 第三点呢,就是对于渠道的限制 在美国,众筹是必须通过某些众筹平台进行的 大家呢,可能听说过这些平台 像是Kickstarter,还有Indiegogo这些 但其实这些呢,都是回报型众筹 也就我们前面说的产品预售这种众筹 而在美国真正的过作股权众筹呢 是以下这些平台 其实呢,从这些现实就可以看出 众筹是从普通人那里筹钱 并且呢,也别指望着筹大钱 所以呢,真正靠着众筹起价的 往往是那些不知名的公司 比如我举几个例子 Coolest Cooler,就是那个卖便携式知名盒子的 Pebble Time,也就是卖智能手表的 还有Star Citizen,一个做电子游戏的 大家呢,会发现通过众筹的方式 目击资金呢,往往是那些日用消费品型的公司 众筹呢,在美国正确法下叫做Regulation CF CF呢,就是 Crowdfunding的意思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 Regulation CF,Regulation A,还有IPO,有什么区别 先来看一下Regulation A Regulation A呢,又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迷你IPO 从这个名字呢,大家就可以看出 Regulation A呢,其实已经和上市非常接近了 但它之所以叫迷你上市 是因为呢,Regulation A对于金额是有限制的 2012年的Jobsack的更新之后的Regulation A呢 又叫做Regulation A加 其中呢,有两种级别的发行 一种呢,是20个米里以内的 这种对于投资人身份没有限制 另外一个呢,是75米里 这对于合格投资者没有限制 但是呢,对于非合格投资者 有基于收入和净资产上面的限制 相比于Regulation CF和Regulation A IPO的要求可就高多了 刚才呢,我们说Regulation CF和Regulation A 都是设置了上限的 可是呢,IPO公开发行上市 却是设置了下限的 比如说有几个最基本的要求 第一呢,是最近三年的总收入 需要超过10个米里 其中最近两年的每年收入 都要在两个米里以上 第二点呢,是公司的市值 至少在200个米里以上 第三点呢,是股票发行的价格 至少是每股4块钱 可见IPO相比于Regulation CF和Regulation A来说 要求还是高很多的 经过了这么多维度的解释 想必大家对于众筹 已经有比较明确的概念了吧 那么就反思一下 你的公司真的适合众筹吗 多点干货,善良多索 这里是美国公司法律说 我是美国律师刘小孝 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今天的节目有帮助 那就帮我们订阅,点赞,分享吧 有任何问题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你的法律问题,我最关心